当然球迷一定很想关注我的东西 那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这个允许的话 我一定会多上传一些东西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大家听到了吗 王博鸿说 有时间就会多多跟大家分享 他在日本的生活照哦 像他之前在美国亚利桑那春讯 就PO出了一张跟火腿主报 钟田翔还有金潭见见 一起吃饭的照片 大家用食物搭起友谊的桥梁 可能连续大家都比较相近啊 因为都是野典 那我们在练习当中也会去聊天嘛 就是会通过翻译 然后去互相怎么样 他们了解他的棒球 然后我就去了解他日本的棒球 就会互相去聊一些 都是有关棒球的东西 开中 sehr 在台湾的 Afghan角落 若是台湾的素兴 说得更轻软的 但是我拿来非常轻软的 也好笑说得很可爱 就是跟隊友跟教練的互動 就是可能最大的問題存在 就是因為在場上的時間已經很久 訓練啊比賽都是要跟隊友跟隊友想起來 所以在第一年就是這個課題 就是需要去跟教練跟隊友去磨合